我們講福利 福利我們之前在講到說 這是水 假設我們水下面有一個物體 想像一下有一個物體在水裡面 那上面這個面的高度呢 這個滑鼠 滑鼠 柯舌的 這個點呢 下面的面積在位置是高度 是H2的地方 Wake up Wake up 我第一次以為 不要這樣好不好 這是面積是A 面積是A 同學 看一看 請問他上面手受力是多少 上面這邊手受力是多少 高度 層上面 他手受到D是多少 H1 層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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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積是個麵 我說這面手受而利 她會積姚水 所受的H1 就是這樣 ビ o 為什麼是這樣 對不對 最近 不就 jako 沒有我們會講福利 福利 福利怎麼算 那我先不講浮力 我先問你這個物體 它放在水底下 水底下 它上面這個面 距離水面高是H1 下面這個面 距離水面高是H2 然後呢 它上面這個面所受的力是多大 我就先問這個問題 它上面這個面所受的力有多大 一大氣啊 為什麼是一大氣啊 它有什麼福利喔 水底 對 上面那個面所受的力有多大 其實福利很簡單講喔 上面這個面所受的力 跟下面這個面所受的力 兩個力相減就它的福利 我們來看一下它相同就會成 會得到什麼結果 所以我先問你 上面這個力所受的力有多大 怎麼算 力怎麼算 最簡單 D 怎麼算 MA MA 那是牛頓 乘氾 乘氾加速度 但是我們這邊看不到 加速度 但是我們這邊知道什麼 你可以不知道這上面的壓力有多大 這個P1有沒有知道 P1有多大 P1有多大 H1或A1 D D是H1AD A是什麼 壓力為什麼 壓力為什麼有一個A 壓力是什麼 我們的水深底下的壓力 我們要隨時呼吸一下 那個面 假設它是水平的 是不是等什麼 這個 Logic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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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水面底下深度 H點 記不記得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再來一次 大家知道 想一下 這是水 水下面的某一點 假設這是有吸管 吸管套進去 這都是水 吸管下面這邊有個面 假設吸管的 其實是A 吸管裡面液體的量有多少 有多少 量體積有多少 A H A H 體積等於A H 對不對 請問這個體積所造成的質量有多少 A H G 對不對 請問這個質量所造成的重力有多少 A H 是不是A H G 這是A H L G G是重力加熱 是A H L 密度 對不對 它所造成的力有多大 是不是 M G 我寫到這邊 有問題要按它 B H M H Logic H Logic H Logic H 然後 請問它所受的重力多少 我們剛原生高強化在這裡 這個物體質量是M 它所受的重力多少 分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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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 重力啊 繼續能力給它 10個降低 為什麼不足 那為什麼要乘那指量 力量不是那M A 質量乘那降低 質量乘那降低 我們在地球表面都受到一個 受到一個 受到一個 重力加速度 這重力加速度是 萬能力給你 這萬能力有多大 我們就把它加速就是大 所以你把一個東西 放在空氣中 你放開就看到它 它加速度多少 G嗎 可是它是 靜止不動的 你靜止不動就沒有加速度嗎 你這樣子被卡住對不對 但是地球有沒有對你吃力 地球有沒有對你吃力 有 吃多大的力 哦 瞭解 瞭解哪一個 G G嘛 MG不是G 地球對你吃的力大小是MG不是G 對不對 假設你現在沒被斗板支撐 你是瞬間掉下去的 你的價值多少 是G 也就是這時候地球對你吃的力 就是MG啊 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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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設這塊水沒有被下面的水支撐的話 這塊水會往下掉 那加速多少 就是G嘛 對不對 所以它所受的地心力力是多少 MG 有沒有問題 這會等於什麼 把這帶進來吧 G A H L G 有沒有問題 有 沒問題 看你有沒有問題 子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這是力 大家學過了 壓力呢 什麼 力 平分在面臨上 力 平分在面臨上 對不對 所以把它除下來 等於什麼 A H Low G 除上A A約掉了等於什麼 Low H Low H 或者是Low G H 這就是我們講的水深 H下 任了一個點上所具有的壓力 就是Low G H 沒問題 沒問題 MENDI MENDI 我們帶過來這邊 請問這個面上所具有的壓力有多大 H1 H1 Low G 這個高度是H1 H1 Low G 對不對 什麼問題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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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F3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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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F2 壓力等什麼 面積分之力 面積分之力 你要想像它的意思 壓力就是把力分散在面積上 壓力就是把力分散在面積上 我已經知道壓力有多大 請問力有多大 怎麼算 乘以面積 乘以面積 已經知道壓力了 壓力了 乘以面積 在這邊啊 同學 在這裡啊 知道嗎 我已經知道壓力了 我知道力有多大怎麼辦 所以力等於什麼 F等於 APA PA 有問題 沒有問題 要是沉起來 你想不起來的話 你也簡單用數據來看 我壓力的定義間寫出來 我就可以去解除這個了 好 那你要想像它定義就是 我知道這個面上的壓力 這壓力的定義就是 我某個力平平在這個面上 所以我已經知道這個壓力了 我想算這個總力是多少 我是把這壓力乘上去就好 對吧 對嗎 那回來這裡 F1等於什麼 F1等於什麼 F1 F1 P1 A 對不對 對 所以有點什麼 把這帶上去 帶進去 會變什麼 H1 Law G A 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問題嗎 想當上的 很好吃 你說 你的音會 我的音會 再講一遍 F2 等於什麼 F2 F2 F2是下面那個面手之後的力量 H2 Law G A 那是長方比 對 長方比 假設一個長方比 或一個正方比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發現 它兩個delta F 等於多少 等於F2 -F1 對不對 等於什麼 看不到 ok sorry delta F 就是上面的力 跟下面的力的相差 我們知道下面力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H2比較大 對不對 H2比H1大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F2大於F1 對不對 所以它力量差 只把F2-F1就好了 對 等於什麼呢 F2-H1 中間 對 對 OK H2-H1 光號 Law G A 這是什麼 H2-H1是什麼 高度 它 這箱的高度 這是delta H delta H 對不對 對 所以好了 你看喔 這個乘上A會得到什麼 這個乘上A會得到什麼 它體積 有沒有問題 對 沒有問題 等於V Law G OK 所以這就是浮力 V 是體積嗎 喔 我還在想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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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 體積 乘上密度 再乘上 中一加速 乘上密度 乘上密度 OK 所以這時候得到這個浮力 浮力 所以簡單講 浮力就是排開水的液體咒 排開液體咒 簡單講 這個體積排開液體咒 你看這個Law是誰的Law Law是水的 是水的密度 在這邊是水的密度 是液體的密度 所以這個體積是誰的體積 是物體的體積 所以這是液體的密度 這是物體的體積 所以我們在說這個物體所受的浮力呢 就是物體的體積排液體的液體的 液體的液體的密度 液體的重量 因為液體就變成它的重力了 要問問題 對 是妳說 所以說如果液體的重量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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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還要重的話 它會整 然後提到它會出的代表 對 沒有錯 沒提錯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說 我們決定的物體是沉下去 沉下去會浮起來 基本上假設你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你把它硬壓 你把它壓到水裡面 當它沉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你去算它的浮力 如果這個浮力大於它本身的質量 所以它浮起來是沉下去 它本身的 所受的重力 這個物體所受的重力是多少 假設這個low 叫做low 這個本身這個物體 它的所受的重力是多少 所受的重力 對 重力是 它沒有m 它沒有m low c low c 就是v 對不對 這是手受的重力對不對 假設這fc好 怎麼那麼大 有問題 沒有 這個力是往哪邊 是 往下 那delta f 是往哪裡 往上 往上 所以我們知道比較兩個誰大就好 所以我們把兩個比在一起 假設呢 fc大於delta f 是層下去還是層起來 這才是一大人 層下去 層下去 是層下去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它寫下來 對 對 它的質量你看 它的質量是不是它的體積 乘上它的密度 再乘上中力價值度 它 一樣 但是這邊所成的low不一樣 但low是液體的low 這是物體 這low是它自己本身物體的low 那其實它們自己弄過 好 但是它們體積是一樣的 封面的居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比較這個 實際上它比較什麼 實際上它比到 low c 是不是大於low 如果這事情存在的話 它就會沉下去 什麼問題 那這樣子就是 就是當成人家 它們那個式子來看 是 不論文學者也像是在說 相同體積的液體跟物體 哪一個軸 對 是這個意思沒有錯 好 所以相同這個體積的液體 跟相同這個體積的物體 假設它比較亮 液體 這個液體質量跟這個物體質量 物體質量比較軸 沉下去嗎 物體質量比較輕 浮起來嗎 就這樣子 OK 有嗎 這樣有問題嗎 好 福利獎完了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來甩水吧 甩水 我們開一點點時間 來甩水 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例子 好玩的例子 好甩水 我們看範離七之七 這會不會太簡單 這會不會太簡單 什麼 其實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超過國中的範圍 所以應該國中都交過了 對吧 我們出個簡單的題目好了 好 這以前我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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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有問題啊 上你的課 上我的課 廢話當然上我的課 不要飛兵 好 我們先簡單 先簡單再想一下 你看齁 一個木頭 它的 質量是 它的密度是 0.7 沒有我剛才有 放到一堆蚊子 然後我沒放開它就跑掉了 哇 有兩個超屌的 那這隻蚊子的鮮蚊子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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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換手結紗的 那叫什麼 不是 放球裡面結紗就是這樣 譬如我先接沒有接好 手彈出去對不對 後面的圖會把它接入 不算結紗 這會感覺像 躲避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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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意思 對 然後這是一個木頭 它的密度是0.7 0.7 當然你可以選 0.7 每 第一半公分 0.7克 通常在講說 那長比重 0.7也更好 老師 那你說 你可以在木頭的 那個這個 左上角又這樣 各加兩邊嗎 嗯 你說這裡嗎 對 這是 哈哈 要變什麼 哈哈 是 是啊 為什麼加它兩點就像死 加一點 我只說各加一點 好好 為什麼這樣就像死 啊 米 好好好 OK 好可愛 好 請問這木頭 這木頭 他沈到水裡面去的體積 跟他浮在水面上的體積比是多少 蛤 他沈在水面上的體積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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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怎麼有比 不要亂猜啊 你要那個為什麼不猜100比 7比3 7比3 誰是7 下面7 水在水下面是7對不對 水上是3嘛 就是7比3 有沒有問題 怎麼算 對 好 接下來怎麼算 因為水的質量是1 水的比重是1 比重 所以說 那個 就是1.7的3 好 那如果你以數學來講 對 不解釋 我用數學來解釋 我聽木就聽不到 不是 你不聽不到 1.0.7 1.0.7 這個木頭 逆度0.7 他要沉到水面去 他沉到水面去的時候 假設是液體 他沉到水面 水下面去 他浮在水面上 假設他沉在水裡面的體積 跟浮在水面上的體積比是多少 哦 聽懂 來看一下 我們來算一下 假設這木頭的體積是V 可不可以 他沉到水面下的體積是V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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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平衡的 平衡的 平衡的表現什麼 浮力恰好 等於什麼 浮力等於什麼 浮力等於重力 沒有錯 那邊算重力好了 他所說的重力 F 等於什麼 重力啊 等於什麼 V 然後呢 G G 然後呢 N VG 然後呢 LO 應該是VLOG 然後 VLOG 因為我心裡面想的是LO 這樣講G 我就寫LO V應該是VLOG OK 沒關係 然後浮力 V是浮力 浮力等於什麼 Facebook F5 F5 等於什麼 這是浮力 浮力等於什麼 還要講V V 這是VP P 為什麼P 哪來的P 通常P 為什麼想P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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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LO VLOG 水的LOG G 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就是在那裡的很像那個字的名字 妙的啦 很好 因為這個水是E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在V什麼V Plunge就好了 好 那我們這邊兩邊要相等啊 是不是 兩邊要相等 所以我們的V Low 這個Low是那個 木頭的 這邊要寫木頭 會等於什麼 V Plunge 對不對 G跟G又可以約掉 是不是 到目前為甚麼問題 那你說 哪一個 第一個是重力 重力就是 木頭所受的重力 木頭 他所受的重力向下 他所受的重力向上 兩個力向等的時候 會卡在這邊 所以我們這時候可以 我們就得到了 VLow 木頭 會等於V Plunge 對不對 所以我都把兩個體積比 體積比誰 水下面比水上面 水上面等於多少 水上面等於V-V Plunge V-V Plunge 我問你是V-V Plunge 比V 對不對 是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問這個問題 V-V Plunge 我是問這個問題吧 V-V Plunge 因為我是問水上面的嘛 水下面我們知道是 我們剛剛假設V Plunge 對不對 所以上面的體積多少 V-V Plunge V-V Plunge 這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這個等於多少 對不對 對 對 不對 好 那我們會從這裡看到嗎 V等於什麼 V等於什麼 同學 V等於什麼 V等於什麼 得到什麼 V等於什麼 V Plunge 所以 Low 木頭 對 Low 木頭 1 V Plunge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帶進來 可以帶進來 在這邊會不會很複雜 不會 在這邊會很複雜 至少兩邊都可以帶 你可以這邊只要帶V Plunge也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算出來 帶進來這邊都可以 那至少我發現不用算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V Plunge 帶進來這邊就可以了 所以這等於什麼 V V V Plu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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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Low 木頭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好 那這等於什麼 V多木頭 木頭是多少 0.7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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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約掉了 這等於0.3 0.3 0.3是什麼 水上和 其實我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我問的是V Plunge 比上 應該是V 分不是V Plunge才對 對 對 我是問V Plunge 我是水下的 水下的體積比上水上的體積嗎 我是問的問題 水下的體積比上水上的體積 我是問的問題 是吧 所以這應該是V Plunge 我剛剛這邊又搶錯了 這不是V Plunge 所以一樣啊 這不是帶進去的 這就是V乘上V水的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改掉 這等於什麼 上面是V乘上1-Low 對不對 下面是V乘上Low 對不對 木頭不是水 木頭 對不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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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吧 這是一個不小心 好 我們再回來這邊 有一個 上面有一個 那一個地方 木頭 對於V Plunge 長成中文的話 大概就是 木頭的體積 所以 跟木頭的體積 跟木頭在水下的體積 對 對 不是 這邊是木頭的體積 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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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覺得水跟木長好像 好 我應該剛剛是用 那個 Water跟木頭 塵上 好 應該是用L 就是Liquid OK 沒關係 我看一下 那你也想想看 這個東西 體積 塵上 木頭的密度 這等於 木頭的質量對不對 木頭的質量 會等於什麼 我們這邊 雖然是寫V 不一樣 可是塵上這個 塵上1沒有看到 1先拿掉了 我是把1拿掉了 對啊 塵上1 1是什麼 窗戶每個人 就有一個 水的密度 所以這邊是水 底下那塊木頭 會覺得很溫溫嗎 一點點 對 事實上現在是 現在 因為準備下雨 下午會下雨 而且天氣是熱的 你又熱又濕 就覺得很溫 因為你的汗排不出去 對 有耶 可不可以 什麼可不可以 他覺得 又用太學術術 太學術術的解釋 對啊 那我解釋說 你會覺得悶的感覺 通常是因為我生理的 熱排不出去 身體的熱排不出去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的流汗不會乾 你的汗流不出來 你沒辦法真的流汗 所以就會 事實上那個水 我們之所以散熱 有個方式 是因為我們的毛細孔 一直在把水排出來 可是你的水 現在堵在你的毛細孔上 然後你如果想了解 看你的手的話 你的毛細孔上都會滴水 那些水不在毛細孔上 真的假的 然後你的水蒸氣排不掉 你可以想像是拿那個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Digital 你的那個水 堵住你的毛細孔 所以毛細孔 你們真的排不出來 那水為什麼不會 那水為什麼不真的嗎 因為空氣濕度是高的 你的水 真的要不會 然後 racism 他說我剛剛打開一下 承諾 但是這時候我還有 很多人會好奇的是 是 V減 就導致 V的水凍 可是他們都是VB 為什麼要不要 好,我這邊寫不好 我等一下重寫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VB 先轉個來帶 我們先做點這個事情 好喔 S是專人 Chuck 沒有,如果要去玩水 沒有,如果要去玩水 你不用搜尋啊 難怪你會跳的 我想要找相機 地獄之手 他在這裡 可以跳完啦 好,看你 好 好 熱的話 你可以看這個 我等一下 我發現其實就是酒精 然後噴在衛生紙上 然後這樣子 在臉上下一個 超涼的 就是不要可能吃衛生紙摸起來 不是,很好吃耶 這什麼 紙的 這紙張的毛巾 我們來看看 表皮膚嗎 這表皮膚嗎 都沒有打開 這樣就不準 對 就是上面 都沒有看 好暗 為什麼那麼暗 有沒有看 有亮點 亮點 亮點都是水珠 有沒有 這上面亮點有水珠 你剛才講什麼 這亮點邊 這個有水珠 那如果你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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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會越比較乾 我們不太容易把它擦乾 你看上面都有一些 哦,學會好多 要拍的酒精 老師,你身上亮點超多的 謝謝你 蠻亮的 蠻亮的 蠻多亮點的 那時候球球球球 改天來看看 有巨陽的頭 好不好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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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來看看 改天來看看巨陽老師的頭 亮點 亮點 比較少 有啊 你看這邊蠻多的 有沒有 這還可以看到水 這擦不掉嗎 不是,有啦 它有些擦掉 有些擦掉 你眼睛看不清楚那麼小 所以我們如果太熱 你天氣太潮濕 你的水分 剛剛那個質好像很少 這個蟹給我們看得到嗎 這個蟹啊 這是那個蟹啊 這是那個蟹啊 這是盒子 對,就是這個蟹 為什麼會有那麼順 這是我剛寫的字啊 哈哈 我好像... 怎麼感覺像那種色鉛筆 這麼順啊 好帥,你提那筆 好好看啊 雷老師好帥 你要我沿著一個字的筆記 那樣子畫過去 感覺很帥 對 沿著一個字的筆記 對 我們在聽懂 我們在想不懂 我要幫人家正語 這是個B啊 喔對 超帥的 那個筆好帥 那個筆好帥 那個筆超帥的 這是那個木頭 啊那個屎欸 看不見兩點在這裡 只要一點 我只看一點 但是我看錯了 對啊 OK好 好美喔 問你這一次 然後我應該要說 那我一塊都看到不一樣 好 這是太大噁心 喔 帥了 這是紫的纖維 對啊 纖維還蠻清楚的 這是樹葉 老師找棕子 棕子我看一下 棕子 棕子 看得出來 感覺像摩托蟲一樣 棕 這好帥喔那個 好 還不錯了 蠻有趣的 OK 好 我們把這個 叫個段落 我們就 噴水 沒有啦 對 要噴水 我們是可以轉移 所以 那來不太 試一下 一下就好 可以 可以 我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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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作片 對啊 那是 是 我們重新釐清一下 這部分沒有問題 在這邊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我剛剛的問題是什麼 我剛剛的問題是 水下的體積跟水上體積 對不對 水下的體積是V'對不對 對不對 YES 那水上的體積呢 V V減V'對不對 V減V'對不對 所以問題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減開V或解開V' 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既然知道這兩個要相等 所以我們把它寫在一起 F 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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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會等於什麼 V 乘上 Low是水 乘上 G 這是什麼問題 這是V'才對 V' 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所以在這邊 我們如果解開V 帶進去就比較簡單 對不對 我們只要解開V這邊就好 所以會等什麼 我們G是G線U掉 對不對 這是1 這是0.7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V等於什麼 0.7分之1 0.7分之1 V'對不對 對不對 0.7等於什麼 0.7分之又變什麼 誰知道 0.7是10分之7 是7分之10 7分之10 V'對不對 正問題 應該是142857 沒有 誰有意思 你想太多了吧 142857 1.42857 1.42857 誰管你那麼小 我們不去算那個 你幹嘛算 沒有 我把這東西帶進去 我把這東西帶進去 這個地方 所以 V-V' V'除上V' V' 會等於什麼 這是V對不對 把它帶進來 10 對不起 7分之10 V' 減V' 除上7 V'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V' 那我們先把它 V' 約掉 可不可以 那1分之1就不用寫了嗎 沒有 不用 對 所以是不是等於什麼 7分之3 7分之3 對不對 所以7分之3等於什麼 是不是 水上的 比水下的 有沒有問題 就得到這個比水 體積 體積 體積比 但是你直覺 我們在小題目直覺沒問題 但直覺其實很重要 在很多實驗 很多觀察上 你做一個假說的時候 你的假說要符合 正確性 通常我們先用直覺判斷 正確性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直覺的時候 有些人在解個題目 結局先開心 其實中間已經錯了 但因為你沒有直覺去判斷 我們現在解到這邊就是正確 不錯 所以去往下解 一直往下解 結果後面就做白弓 事實上你在中間已經錯了 所以你要有那個sense 有那個直覺去感受一下 我現在做的部分 或做現在研究 或做現在做的實驗 離那個正確性對不對 你要有直覺 所以這個直覺很重要 但是直覺不能全部靠直覺 你要回來用數字去 解釋你的直覺對不對 OK 你要用理論去證明你的直覺是對的 所以這兩個都很重要 好不好 那經常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像有時候跟我太太在講 我太太教數學 我剛才聊天說 那數學為什麼要做練習 要做運算 因為練習跟運算 可以培養你的速感 像速感在這邊來講 就是可以培養你的直覺力 你速感越好的話 就是你對數學的直覺力越好 你在這個字 你在這個字 在這個步驟 公司幹嘛要從中 打不變 沒有錯 你要道理 就跟你打籃球 為什麼要練習 練習 你投籃 你才有球感 練習跟運球 你知道球在哪裡 快沒去 有的那球 但是手一拍下去 你都不知道球跑去哪裡 因為你沒有球感 因為沒有經驗 好,OK 好,OK 我做 我來一次 發我了 幫我拍手 很好